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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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No 9都做了 即突然爆紅 和你預期的反應是否一樣 還是否有分別 我想都是因為過節度 自從選舉出來更加改過那個名字 哇 很多人討論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效應 所以很多人都誤會 就是說搞這樣 有沒有搞錯啊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啊 現在每個人都在說 多好呢 是不是呢 令到他們每個人都醜到這麼熱 現在討論度高到不得了 OK啊 就是需要這樣 我不想知道你想了多久 不是我想的 其實是國內的宣傳朋友 他們想的 大家都覺得OK啊 沒有壓力 慢慢大家放牆雙眼看 看一幫小孩 你就知道這個名字是沒事的 大家看看 因為我們之前 起過很多好的名字 你出來出來 你覺得很奇怪 但是慢慢你就會覺得 這個名字很好啊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只要那幫人會紅 名字就是好 如果他不紅 你就說要改錯名字 其實我們在這行 應該見怪不怪 多少電影名字 以前我們拍過的 第一個戲是公喜發財 怎麼搞錯啊 你為什麼要改名字 公喜發財是名字 你賣錢 就破紀錄 A計劃 成龍呢 為什麼叫A計劃 沒有啊 拿個名字先改 誰都知道A計劃 就叫A計劃 其實很多名字都是 你不知道怎麼來的 結果 就加長護曉 就是這樣 很簡單 警察故事 那我家裡 講警察的 叫做警察故事 那這個名字很不好呢 所以他改的時候 說你沒有名字 為什麼叫做警察故事 人家都知道警察故事 就是警察故事 還要拍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其實在我們這行就是這樣 講一講 你信口而已 那你叫Alo開鬧 會不會都會賺錢 Alo開鬧 Alo開鬧 我真的說他 他真的不能頂 Alo都可以做歌聲 還要開鬧 他一直要去支持 你有沒有聽過他唱歌的 他經常都唱的 洗澡又唱 在廁所又唱 我們在掌門人的時候 他經常都在唱 唱歌是他自己的嗜好 沒有想過他的嗜好 終於變成了他最後的專業 我都替他開心 你是不是也知道 他說他唱歌以後 曾經被為何的人 是嗎 他 在華夏那裏 你是不是說他 哈哈 你知道我們掌門人家族 什麼都說 最重要就是 開了玩笑 這是最開心的 OK 謝謝